这是一个丧尸横行的世界末日 人类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 仅剩的幸存者只能苟活在废弃的地下矿洞 需要乘坐升降电梯才能进入基地的内部 而洞口的四周都围满了铁栅栏 外面则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他们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多 迟早一天会攻破最后一道防线 幸存者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了找到对抗丧尸病毒的方法 基地的士兵每天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抓捕丧尸 目的就是提供给博士进行研究 可他的研究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这让身为基地领导人的军官非常生气 因为要长时间抓捕丧尸 他们不仅要消耗本就不多的弹药 还经常发生各种意外 这样的代价无疑是致命的 为了给研究人员施加压力 军官特意组织了一场会议 要求他们在短期之内 必须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没办法 研究人员只能加班加点地干 而博士也并非一无所获 他发现这些丧尸虽然狂暴嗜血 但仍然保持着一丝人性 只要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导 像对待宠物一样有讲有罚 就能让他们不再具有攻击性 而其中一只名为丧昆的丧尸 更是众多试验品中最聪明的一只 他让博士重新看到了希望 为了证明自己研究方向是对的 博士随即拿出牙刷和刮胡刀 放在丧昆的面前 这也引得阿珍和胡子哥忍不住笑处声 而丧昆却很给面子 随即就表演了一个丧尸刮胡子 虽然他的脸上根本就没有胡子 甚至连皮肤都滑破了 但他的行为依然超出了想象 不仅如此 丧昆还会看书 虽然他可能看不懂里面的内容 但他却学得有模有样 就在两人看得起劲时 军官突然带着人来到了这里 眼前的一幕让他菊花一挤 可博士却告诉他不要紧张 还让所有人进去继续观看 丧昆的才艺表演 只见博士拿起一部电话 放在他的面前 丧昆先是闻了闻 然后又把电话放在耳边 他好像记得这是用来干嘛的 在博士的引导下 丧昆竟然说出了师生中的第一句话 军官被惊呆了 手中的东西掉在地上 声音吸引到了丧昆的注意 看见对方是一名军人 他的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随即给军官来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领 难道丧昆以前也是个军人吗 这样的举动让军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博士让他给丧昆回个礼 看他做何反应 可军官不仅没有回礼 还说丧昆逝得老六 而丧昆的手都举酸了 显然他也很期待军官的回应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还好博士给了面子 丧昆这才肯放下手 博士接着又拿了一把手枪递给丧昆 想继续测试他的反应 丧昆看着手枪感觉有点熟悉啊 随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丧昆竟然给手枪上了膛 他一脸凶狠地看着军官 将枪口对准了他 看来丧昆很记仇啊 军官也警惕地将枪口对准丧昆 一人一事剑瓦弩张 博士急忙解释里面没有子弹 只是想看看丧昆的反应 可下一秒 丧昆竟然扣动了扳机 这样的举动让军官菊花一挤 其他人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得知被骗的丧昆很失落 而军官却再次举起了手枪 显然他已惊动了杀星 博士立即挡在面前 这可是他的得意之作 显然军官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成果 他想要的是治疗丧尸病毒的血清 而不是把他们驯化成宠物 可博士却不以为然 表示现在只是起步阶段 类似于人类的初级文明 如果能让他们不再攻击人类 那就离成功不远了 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看着博士信心满满的样子 军官也只好再相信他一次 可就在第二天抓丧尸的时候 意外却再一次发生 卷毛手里的套绳突然断裂 脱僵的丧尸立马扑向一名士兵 导致他当场被撕碎 士兵手里的枪走火 又击中了另外一名控制丧尸的士兵 阿珍果断干掉眼前的丧尸 卷毛认为是自己的过错 于是要跟丧尸决意死战 没想到一个不注意 却被丧尸反咬一口 好在胖哥及时出手 一枪干掉了丧尸 害怕变异成丧尸 被咬的卷毛一路狂奔 最后被黑哥控制住 阿珍趁机搬起石头 哭吃几下砸晕了卷毛 然后拿起一把砍刀 砍掉了被咬的手臂 接着再用火把给伤口消毒 一波操作下来 暂时阻止了病毒的蔓延 得知消息的军官即刻赶到 胖哥想要干掉被咬的卷毛已决后患 可阿珍却极力阻止 并且保证卷毛如果变异 就会立即将他送走 可胖哥依然不打算放过 他认为就是因为卷毛的失误 让他们失去了两名队友 坚决要给队友报仇 下一秒 双方剑拔弩张 长官一看对方要来硬的 只好放下手中的枪 毕竟现在发生内讧 肯定会两败俱伤 等到他们走后 几人便把卷毛抬进屋里 黑哥留在这里照顾卷毛 阿珍跟强哥去实验室拿指通咬 两人来到博士的实验室 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桌子上放着一颗变异的头颅 正是刚刚被咬的士兵 博士竟然用他们来做实验 要是被长官发现 他肯定狗命不保 阿珍本想一枪结束士兵 但却被强哥阻止 要是被长官听到枪声 必定会引火烧身 看来这个基地是不能呆了 他们必须离开这里 可就在两人准备返回时 却看到博士鬼鬼祟祟 两人来到实验室一看 发现博士正在训练丧昆 对于丧昆的研究 博士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他甚至给丧昆戴上耳机 放音乐给他听 熟悉的旋律涌上心头 丧昆一脸的享受 博士关掉音乐 丧昆就会生气 但下一秒 博士又教他如何打开 没想到丧昆只做一遍就学会了 博士很高兴 外面的两人更是难以置信 如此优异的表现 奖品自然是少不了 但是今天的食物好像有点不同 两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 军官突然走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立马抓住博士质问 给丧昆吃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因为基地已经没有肉了 这时一名士兵打开一扇门 只见一具士兵的尸体躺在地上 军官瞬间怒火中烧 竟然敢用我的手下来喂丧昆 还没等博士做出解释 军官就一顿突突突突突 把博士送去了西北 但这样他还不满意 又把胡子哥和阿珍两人给绑了 研究丧尸的项目就此结束 军官现在只想离开这里 于是就用三人作为人质 威胁黑哥为他们所用 毕竟整个基地就只有黑哥会开直升机 为了其他人的安危 黑哥只好束手就擒 但下一秒 胡子哥却被一枪送走 阿珍和强哥也被关进满是丧尸的矿洞 手无寸铁的黑哥只能苦苦哀求 可军官却不为所动 还将他暴打一顿 但他们并不知道 矿洞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出口 两人果断绕过尸群 去寻找矿洞里的出口 而士兵们刚准备带着黑哥离开 却突然听到电梯启动的声音 军官意识到不妙 立刻叫胖哥带人过去查看 殊不知卷毛已经坐上了电梯 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 控制器已不见踪影 这下完独子了 而此时的卷毛已经来到外面 他打开铁栅栏 把所有丧尸都放了进来 想要与基地里的人一起毁灭 他利用自己作为幼儿 躺在升降电梯上 把丧尸都吸引了过来 等到尸群站满升降电梯 卷毛就按下控制器 不得不说真是个狠人 与此同时 黑哥趁军官不注意 一个箭步上前将他扑倒 接着一拳打晕了军官 他拿回自己的武器 并没有杀掉军官 而是进入矿洞 准备去寻找阿珍两人 醒来的军官刚跟士兵会合 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升降电梯缓缓降下 上面布满了成群的丧尸 几人见状立马开溜 丧尸纷纷涌入基地 军官率先一步坐上电车 果断丢下士兵独自逃走 而在实验室这边 丧昆迟迟不见博士的身意 无聊的他无意中打开了铁链 丧昆走出实验室 看到了已经凉透的博士 显然他对死亡并没有概念 还想继续找博士玩 直到博士无动于衷 丧昆这才明白了什么 看来他对博士已经产生了感情 丧昆非常生气 他旁观一扫 发现地上有一只手枪 于是果断捡起 开始在基地到处瞎逛 由于没来得及逃走 几名士兵很快就被丧尸撕碎 死法相当的凄惨 最后仅剩胖哥一人 他好不容易逃到门口 却发现被锁了起来 显然又是军官的杰作 眼看丧尸正在逼近 胖哥果断一阵扫射 强行闯了进去 而身后的丧尸也涌入了基地内部 但胖哥的运气不是很好 刚好与拿枪的丧昆迎面相撞 丧昆二话不说就是一枪 吓得胖哥赶紧躲进屋里 可丧昆并不打算放过他 机智的胖哥躲在角落 准备来个出气不易 却不料身后突然窜出一只丧尸 他刚推开一只 又被另外一只丧尸抓住 一口就咬了下去 虽然最后解决了丧尸 但他已经被咬了 看着尸群纷纷袭来 胖哥绝望地引弹自尽 正所谓冤家路窄 另一边的军官刚从武器库里走出来 就遇见了丧昆 看见对方手里有枪 军官吓得手忙脚乱 丧昆可不给机会 抬手就是一枪 军官想要逃跑 却被一枪打中了肩膀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会栽到丧昆的手里 早知道当初就回他一个军领 也不会像现在怎么狼狈 而丧昆也是个有仇必报的家伙 军官只能继续逃跑 追上来的丧昆不断开枪 虽然命中率不高 但运气却很不错 他又一枪打中了军官 此时的军官已经彻底绝望 而丧昆又追了上来 一旁的门怎么都打不开 前方已经无路可逃 他只能打开尽头处的一扇门 可让军官没想到 里面竟然布满了丧尸 他想要回头 却又被丧昆补了一枪 就这样 军官被淹没在尸群中 丧昆杀人诛星 在最后一刻再次进了一个军领 好像在叫他做人要学会尊重 随后便潇洒离开 此时整个基地已经彻底温陷 阿珍这边也陷入危机 好在黑哥及时出现 给两人带来了武器 三人一顿突突突突突 瞬间就放倒了大片丧尸 他们终于走出矿洞 来到了另外一个出口 只可惜电梯故障 三人只能爬楼梯 好在一切顺利 他们安全地来到了外面 看见有丧尸正在逼近 三人一路狂奔 在尸群到来之前 坐上了直升机 电影的最后 他们来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 是个不错的气神之地